各位全友大家好 那么有一句话叫 人老腿先老 在这个时候我们就 意识到我们平常 压腿拉筋的重要性 看来压腿拉筋 不是说纯粹练武的人 练太极拳的人 他们才需要做这个事 这个事来讲 整个来讲 可以说延缓你的衰老 你练不练武术练不练太极 经常压压腿拉拉筋 都是有好处的 寒从脚下伸 人老腿先老 我们只要把腿部 第一我们在冬天 要注意多泡一泡热水脚 作为我们从练功的角度来讲 经常不要忘了腿部 腰胯一下 腿脚 我们叫腿脚功夫 要提起来 在这个时候我们腿脚功夫 就是说我们站 站得稳 走我们走得好 我们做任何动作 能够表达自如 那么经常压压腿 压腿不要 你很长时间没压 不要来了就上去 脑海中的一个画面 觉得人家压腿压得挺厉害的 我也能压 这样的话容易受伤 所以我们在压的时候 压之前轻轻的腿先自由的摆荡一下 摆荡一下 也不给自己设计的说我要踢多高 这个时候一定要自由的摆荡 摆荡一下之后开始在你面前 找到一根高低合适的横杆 那么我现在这个对我来讲 是很轻松自入的 但是对你来讲 你在最开始还是要观察一下 看一看 不能急于求成 要循序渐进 我们现在压腿也有方式 正压侧压和后压 正压脚尖正对着横杆 我们右脚支撑 提左脚 这个高度对我来讲就是 到我的小腹 小腹的上边这个地方 基本上身至一半以上的高度 你慢慢的压 你也会进步 也会到这个高度 到最后甚至我们可以更高 在我们养生院上面 还有比这更高的杆 各种方式 到最后能够压着我们筋 拉好之后 我们手可以搬住我们的脚来 这样 这个时候我们也联想到 八段井上 有两手攀足固肾腰 看我们压腿的时候也 叫我们肾脏 也得到了一种调理 当然了 左右腿交替 侧面后面都一一的 去拉一拉 那么 我们可以有效的延化我们的衰老 好 那么这个视频呢 就到这里 谢谢你的观看